第六百五十四集 方寒陡然之间大喝一声,面对撞击,劈手就是一耳光打了过去。 这一耳光暗含了裁决七世中的生生世世,看似平淡无奇,但却用含着无上战意,携带木野家族战王天军高贵血脉在其中,砰! 那个阴沟逼男子身体一停,感觉到自己布置下的空间进法水一般的融化,方寒一掌劈来,他根本无法躲闪,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手掌出击。 他的内心深处,发出愤怒的吼叫,但却没有丝毫的用处。 那愤怒的吼叫到达嗓子口,剧烈的疼痛,身体中的金仙法则断裂,就把吼叫变化成为了惨叫。 银沟逼男子被方寒一掌出众,整个人被打了飞了起来,身体中建设出着金色的液体,都是破碎的金仙法则。 他的金仙法则有拇指粗性,也是一尊高手,但是在方寒的长相都飞一般脆弱。 他淒厉地惨叫着,扑通一声,飞起来之后,又掉落摔倒在地上,直挺挺地挣扎,好像一条离了水的大鱼,嘴里不停地吐出金色泡沫,好像发了阳巅峰一般。 什么? 应师兄就这样被打飞了? 应师兄已经练成了三万岛金仙法则,并且把霸主升天拳修炼到了五十四层的境界,怎么可能被一巴掌就出飞呢? 来了一个狠人啊,这个新人出手好狠,难怪他这样横,原来手上有两把刷子。 这下好看了,原来这新人凶悍到了这种程度,这种嚣张,肯定会惊动一些咱们种子弟子中的一些绝大妖孽。 看见方寒瞬息之间,除非阴沟必难则,几个种子弟子都下意识地退后了。 看来,到哪里都要凶横一些,要不然就会被人欺负,人上被人欺,马上被人欺的道理,放在哪里都是对的,仿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。 方寒目光扫射,几个准备欺压自己的种子弟子纷纷后退,感受到他强大的气息,不敢前来挑衅。 他却是知道,新人进来,如果不好,就被那些老弟子拿出去完成危险任务当作先锋,九死一生。 种子弟子的任务都是学品,对抗的全部都是金仙级别的邪魔,甚至神族妖王等等,一个不好就要被杀死。 你竟敢,竟敢毁了我的一部分金仙法则? 那个被方寒抽飞的种子弟子鹰沟壁男子,过了十多个呼吸,这才清醒过来,一跃而起,身体闪烁出金光,一连吞服了几颗丹药,都是王品仙丹。 不过,这王品仙丹比起汉室神丹,还有万新业帝丹,差了许多。 其中蕴含寥寥寥数十道的金仙法则,只勉强称得上王品。 汉室神丹蕴含的金仙法则,又粗又大,每一枚都是足足三五千条以上,而万新业帝丹,则是每一枚都蕴含上千的金仙法则。 由此可见,方寒夺取到的汉室神丹,有多么的不凡。 不过现在,汉室神丹一枚都没有了,全部被他吞服,作为冲击金仙的元气消耗。 鹰沟壁男子吞服了那西松平常的王品仙丹之后,竟然也稍微恢复了一些。 尽管那王品仙丹蕴含的金仙法则稀少,但也是难得的罕见之物,珍贵的宝贝。 他一下跳跃起来,眼神血红,大手撑开,无数的乌云在头顶上升腾起来,异象连连,居然向方寒开始拼命。 那乌云滚滚其中战鼓了一名千军万马厮杀的声音,在其中响彻起来。 乌云滚日万军声! 啊?这是他的天罗乌灵玄弓,他要拼命啊,硬师兄开始拼命啊。 在前不久,他在一次任务中,把一尊金仙级别的妖兽,直接给撕裂了。 乌云滚日,万军瞻友! 一些弟子看见这个异象,再次后退,生怕被波及到。 拿命来! 迎勾逼男子的身体已经化在了乌云之中,指挥千军万马滚滚杀来,所到之处,白骨如山,血流成河,神国笼罩,血染国度。 宁丸不灵! 方寒一步踏出,双手背在身后,手也不出,直接大吼一声。 嗚! 那所有的乌云全部都被一吼而散,噼里啪啦,千军万马的虚影,也一个又一个的被瓦解,化为了无数灰尘。 那阴勾逼男子在半空中定住,全身的衣服在阴波之中,寸寸撕裂,全身每一处大金都在爆炸,在空中发出了惨叫,然后又直挺挺地掉了下来。 只有进气,没有出气了。 很明显,游进灯窟,身受重伤,不知道多少个年月才能够恢复得过来。 对你手下留情,你却不知道好歹,给你一个永世难忘的教训。 方寒看也不看,直接迈步走进殿堂。 啊,他居然不动手,直接一吼,就把硬师兄给吼得晕死了。 这是多么强横的神通啊,这,这真的是新人。 走,赶紧走,我们速速离开这里,把这个消息传播出去。 这次咱们羽化门的种子弟子中,居然出来了这么一个厉害的新人,那些天才级别的妖孽,想必很感兴趣啊。 一些弟子看到这一幕,纷纷飞起,不敢再多说什么,生怕方寒对他们下手。 一般情况上说,强龙不压地头蛇,新人无法对抗老人,但总有例外。 当过江强龙太威猛了,地头蛇也持有屈服。 方寒也不管他们,昂首阔步,直接进入核心点中。 核心点中,一些主持任务发布,还有分派资源的长老,看到了这一幕,也嘖嘖赞叹,知道来了一个狠人。 就在这时,遥远的天国一个时空隧道中,一道金红色,无比闪耀,好像天界大日降临一般的火球,划破长空,直接冲击向这里。 那火球长虹还没有到,整个核心点就开始颤抖,人人都觉得心神摇曳,不能自已。 是谁在核心点,大夫小叫。 轰隆,如流星坠地,核心殿外,那火球降落,所有的红光四面射来,虚空中传达出阵阵仙音、古月、法罗的声音。 赤红色的光芒中,蕴含佛芝一般的香味。 然后,在赤红色的光中出现了一个人,这个人身穿赤红色道袍,头发乌黑,漂亮的脑后,头上用一根白色的带子系着,全身没有什么法宝,非常整洁。 是一个青年男子,面容坚毅,眼神中的瞳孔时时刻刻都在旋转,似乎是一对永恒火炉在锻造世间的万物。 这居然是天生意象,在古老的道书中记载的玄火金铜,比起那鬼眼邪铜更要胜出一筹。 传闻,天生玄火金铜的人,拥有锻造万物,以天地为熔炉的能力,破除一切邪魔障碍,炼化一切杂志。 修炼起来的速度,比一般修饰要快出千倍万倍。 这个赤红色男子降临核心殿,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手上,血淋淋地提的一个头颅。 这头颅,头发乱糟糟的,獠牙伸出,眉心之中金光黑光灿烂,乌金一般的血液不停地往下滴,居然是一尊强横的绝带金鲜的头颅。 这头颅还是虎蛙的,被踢在手里,不停地发出恶毒的诅咒。 郭长风,你如果不是有玄火金鲁,破责了我的阴阳灭杖,你也不会这么轻易地击败我。 我们涅海的其余妖王不会放过你的。 啊,那是,那是传闻中,涅海的一尊爵士妖王,毒血狼君。 涅海,无边无际,是天界的放逐之地,那里生长无数穷凶极恶的魔头,妖猎,纵横一方,危害各众。 顾长风师兄居然借了一个任务,去其中击杀毒血狼君,还成功了,直接带回了他的头颅。 毒血狼君这尊魔头,几百年前,我们羽化门的种子弟子有十多个都死在了他的手里,一直派人追杀,但都没有成功。 这次,顾长风师兄转战无数遥远地狱,终于把此疗勤杀了。 不断地有一些种子弟子进入核心殿中。 核心殿是羽化门种子弟子必须要前来的殿堂,交任务,接任务,甚至是领取道书,进入其中,请大能传授道书都要在核心殿中进行。 这些弟子,看见赤红色男子手提的头颅,都纷纷叫嚷起来,尤其是其中几位女弟子,差点就赤裸裸地表现出爱慕之情了。 什么? 顾长风,你击杀了毒血狼君,这就是他的头颅? 很好,非常之好,你给门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 几尊长老都从核心殿中走了出来,速速去内堂领取奖励。 我们把你击杀毒血狼君的功绩上报给天庭,天庭必定会给你奖赏。 要知道,此人可是天界通缉犯榜单中的一员啊。 这也没有什么,顾长风笑了笑,手上涌起了一阵赤红色的心狼,把毒血狼君的头颅包裹起来,让他在其中诅咒咆哮,目光探向的方寒。 吃了,方寒就感觉到一阵阵的热浪滚滚而来,自己好像处在了一尊绝世丹炉之中,天地鸿炉中煎熬。 对方没有动用任何的法力,仅仅是眼睛看过来,就有如此的威力。 此人真的厉害,比那奥士尊都要厉害,更别说是巴安老人了。 我要击败他,不动用三十三倍战力,也恐怕要上百个回合。 更为可怕的是,此人身上恐怕有一些隐藏实力。 那大尊者说,在羽化门的种子弟子中,奥士尊不过是中等偏上的货责。 我还不相信,但是现在信了。 方寒身体稍微一动,一股清凉的意境环绕全身,顿时就把周身的火气全部都消除掉。 看见方寒瞬息之间,全身上下都恢复了清凉,这顾长风倒是微微地动容了,发出了如同火焰燃烧一般的声音。 想不到今年居然出现了这样一个厉害的新人。 你叫什么名字? 方寒,方寒吐出了两字,面带微笑。 你叫做顾长风,玄火金铜,在古老的道经中记载,属于绝世神体。 你很镇定。 顾长风听见方寒说话,皱了皱眉头。 一般的弟子,面对我说两句话,都会战战兢兢,而你却没有一点压力。 清天这一话,方寒差点无语了。 对方说话的口气虽然没有歇斯底里的咆哮,也没有灵力的语气,但正是这种慢调词里的口气,理所当然的神态,更显得狂傲,从骨子里面散发出来的高高在上。 和你说话还要战战兢兢兢,你以为你是天君?方寒冷冷一笑。 大人我我也见过不少,我们都是一个羽化门的种子核心弟子,平起平坐,语气小一点,不要说大话,闪得舌头。 嗯? 顾长风一听方寒说话,脸色骤然一寒。 眼神之中的瞳孔突然有熊熊火焰燃烧。 立刻之间,方寒就感觉到自己周围全部都是火焰,朔火流金,似乎处于太阳的核心身体。 知道对方才施展出玄火金铜的威力。 给我破! 方寒脚步朝地面一踏,一股气浪凭空产生,朝四面汹涌,无数的虚空火焰都被气浪打灭。 全火金铜也没有什么了不起,想在我面前耀阳威,大错而特错。 方寒一跺脚的气浪,暗暗蕴含了一种大五星树中的黑地水黄泉的神通。 水黄钢气灭杀万火,突灭任何火焰,而且它吞噬了五剑下品掀起五星环之后,大五星树就已经真正大圆满,衍生出了新的变化。 玄火金铜的火焰虽然厉害,但是在方寒的面前仍旧占不到什么便宜。 火焰被气浪震灭之后,那顾长风提的头颅叫了一声,好! 但是那个好子,却并没有半点赞美的语气,而是杀鸡纷纷,让人听在耳朵里,好像是在说沙子一般。 风源,你大约不知道我顾长风的手段,所以才敢这样跟我说话。 顾长风语气冷淡,而眼神却是熔炉一般,不断变化身材。 知道又怎么样?不知道又怎么样? 方寒慢调词理,难道你想杀了我,可惜你没有这样本事。 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生不如死,和我顾长风这样说话的,都已经死了。 顾长风全身火焰沸腾,背后异象分成,似乎立刻就要出手。 想不到,大名鼎鼎鼎的赤手天尊顾长风天生的玄火金铜,居然被一个新人这样逼迫,真是令人大开眼界呀。 就在两人针锋相对方寒准备出手,把这顾长风几拳轰杀,打得半死的关头。 突然,又是一阵寒气携带声音,凌空飞来。 这寒气比世俗中的寒冰大世界的寒气都要重。 在无边寒气之中,一个女子冉冉出现,这个女子身穿天蓝色衣服,好像海水一般,头上高高的发际显得雍容华贵。 她的身体周围若隐若现,无数寒气凝结成了冰龙,在虚空中钻来钻去,似乎是修炼了一种极寒之道,有些类似于世俗之中,与化门的天寒玄冥记。 在世俗之中,与化门的神通都可以在天界与化门看到影子,不过这些神通都强横了亿万倍都不止。 这个女子的体质,方寒也看出来了,是一种纯阴之质,蕴含天地基因大道,是古老道书中记载的叫做玉谷兵机的圣体。 这种体质,世俗之中没有,诞生不出来,只有古老的天界才能够诞生。 传闻是拥有大气韵的胎儿,在孕育的时候,偶尔吸收了虚空之中的圣玉冰凝气,才衍生出这种圣体。 那圣玉冰凝气几乎是已经绝技,是许多个宇宙纪元前遗留下来的气流。 这种玉谷兵机圣体,资质和玄火金铜不相上下,都属于天生妖孽一般的体质,出生后就有无比罕见的神通。 在最初的时候,修为几乎是一天一个新的境界。 比如,天界刚刚出生的婴儿,都是长生妮境的高手。 但是,如果是这种体质,第一天刚刚生下来,是长生妮境第一重,第二天就有可能突破不死之身,第三天就是动天境。 这才是真正的天之骄子。 我云,你来干什么? 看见了这个女子,顾长风身体一动,眼神中的火焰熄灭了下去,似乎对这个女子颇为记忆的。 听众朋友,您刚才收听的是梦入神机的长天玄幻想说《眼神》第654集,是由陈颂无声我们播讲的,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明天很久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